小灰灰长记性了 不在妈妈面前吃竹子了 从妈妈背后雕刻竹子 自己坐在滑滑梯上面吃 这样就不怕妈妈给自己抢走了 而小瑞瑞躺在另一个饭桌上 吃着竹竿 小瑞瑞是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眼睛瞪得圆圆的 扭过头看了看 没发现什么继续吃竹竿 还知道把皮子吐出来 吃完后 小瑞瑞来到滑滑梯这里和妹妹玩 小灰灰是看到姨母了吗 麻溜地从滑滑梯上滑下来 来到另一个饭桌 静静地趴在那里 她的眼睛直盯着姨母 小孩子也是希望有人能陪伴着自己 看到姨母去另一个饭桌 她一点都不犹豫 从独木桥上走了过去 两个孩子看到姨母都很亲切 姨母转身离开后 瑞瑞不眨眼地看着 没人陪着玩的时候 姐妹俩也不闲着 瑞辉两个又躲起来了 瑞宝咬着妹妹的头套 把辉宝弄倒了